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下一次換一個月份 你會發現其實的位置又不一樣 它會跟著改變的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我只要抓這個跟這個 就可以知道說應該在哪個位置 比如說弟弟我就從這邊開始寫 寫31一直寫到31 所以其實主要是 這兩個訊息是決定一切 也就是這兩個訊息有的話 那將來呢 就會寫到應該寫的位置上面去 這個是頭這個是尾巴 那這上面兩個其實是 要產生下面兩個而產生出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兩個資料 在結合上面的這個部分 可以把它寫出寫在剛好的位置 然後讓它產生放在它應該放的位置 還有結束的位置 OK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我們的公式裡面應該在增加什麼東西呢 因為Column地方 你會發現 Column永遠是在A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一定會從E開始 可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呢 它要把這個什麼呢 L4的位置怎麼樣呢 再加進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就在這邊怎麼樣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 後面Column加什麼 加上這個 L4對不對 但是L4的位置 因為它是從 一直到6對不對 可是呢 6的話呢 會變成它原來的位置 會多E 所以這裡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位置 減掉 自己本來就是E嘛 那你要把自己的位置 這個E給減掉 不然的話 最後會跑過頭 會跑到這邊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最後記得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L4的位置呢 它固定在這裡 所以向右向下 會跑掉 那怎麼辦呢 要把它鎖起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打勾之後 打勾之後 各位來試一下 這裡的話 我 Column 今天應該是減 應該是 把Column的位置怎麼樣呢 Column的位置先 今天應該是